下位李卓人議員 說有7萬個反對 然後跟著4000平方米我們也是不同意 那麼多問題 你這樣搞法 你強行來 然後跟著將來 我不知道我想問 到底這個4000平方米 這個政策 你剛才就說諮詢了土地委員會 我都說了官商公司 有沒有再來過呢 再談過呢 會再開放過再談呢 我想問這件事 有沒有這個可能 李卓人議員